最近玉米很忙 玉米很火 那谁是我们的第一玉米大手 水稻是我们的第一大粮食作物 小麦是第二大粮食作物 玉米排第三 是仅次于小麦和水稻的存在 但是注意这个转折 在产能和种植面积这一块 玉米是三大主粮里脱脱的C位 拿2021年的数据来说 水稻种植面积4亿多亩 产能2.1亿吨 小麦种植面积3.5亿亩 产能1.3亿吨 玉米种植面积6亿多亩 产能2.7亿吨 提重粮大户 提大省粮仓 好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山中河南 不好意思啊 在玉米这一块 这回山中跟河南得往后掃一掃了 如果种玉米有段位 山中跟河南只能排第二梯队 第一梯队在地图上 得请大家往北看 黑龙江 吉林 内蒙古 分别是玉米产能的前三角 去年黑龙江 玉米产能 4326万吨 吉林 3198万吨 内蒙古 2994万吨 三个省区是玉米主产区 都在大山大河的大东北 有人肯定很蒙全 东北 东北不是黑鸡寮吗 啥时候内蒙古混进来了 注意这里的东北不是东三省 而是东北地区 东北地区的地理概念 比东三省要大 东北地区除了黑鸡寮 还包括内蒙古东边的 呼伦贵尔市 青安盟 冲辽市 和赤峰市 西林锅勒盟 五个盟和市 提到内蒙古 好多人最先想到的就是 内蒙古高原 其实在内蒙古的东边 跟东三省搭界的辽阔地带 也属于东北平原 也是重要的粮食主产区 也种水稻 种玉米 在种地打粮这一块 我最佩服的你还是黑龙江 不愧是第一粮仓 在大米和玉米产能这一块 都能拿捏 黑龙江第一产量大省的味冠 已经连续带了十年 对于黑龙江能当第一玉米大省 好多人很不理解 每年十月中旬就要供暖 天还地动冷得要命的黑龙江 到底有什么奥秘 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地利 插根筷子也发芽的黑土地 真的太肥沃了 有土地 黑龙江还有水源 跟黑龙江同名的 黑龙江 松花江 五南江 都流经黑龙江 这天生的优越感 谁也比不了 第二点原因 天时 黑龙江冷是冷 但冷也有冷的好处 寒冷有力打压了 农作物的天敌 病虫害 农作物能长得无忧无虑 而黑龙江早晚的大温差 还造就了粮食的好口感 大米好吃 玉米也好吃 为玉米第一大省 喝一个吧 喝一个吧 来吧 宝贝